底下说弟子与几位居士一同学习 一头要解 担任副奖 已有半年了 大众深感受用 请问女众居士奖金是否如法 并具备什么条件 不论在家出家 也不论难中逆渡 对大众讲金 必须要有私诚 你是跟哪个老师学的 这个很重要 如果没有私诚 这是不许可断 为什么 没有老师自己去讲 讲的人多了 把佛法讲歪了 讲邪了 误导了一些众生 那要被因果子 有私诚 正是经常在外面讲 这还得受菩萨基 避免 内行的批评 受了菩萨基 菩萨有 讲经说法的义务 他应该讲 所以经常在外面讲的时候 一定要受菩萨基 要有私诚 注意这个两点 如果 我们没有私诚 没有老师 试古人 也行 那我们目前找不到老师 讲古人的主题 不可以加自己的意思 这就对了 为什么呢 自己没开悟 什么时候自己开悟 自己有见地了 可以 不到那个境界 永远守住 诸杰 而且真的 依照诸杰修学的话 遍遍都有新意思 都有新的领悟 有新的领悟 自己公恨 还不到家的时候 不必发表 还是守住 古人的住宿 你的成就 会坚固 会更深 会更大 可是这个里头 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三个根要找 自己就没有三个根了 讲经 问题很多 自古以来 讲经讲得不好 别人 封刺 这个还小 讲得好了 别人赞叹你 供养你 你那个明文立扬 全新出来了 你就会堕落 傲慢心生起来 麻烦大了 这个不能 不知道 如果有个好的老师 甚至是教你 你要真正能够 尊师 中道 接受老师的调教 老师的教诲 那个你的路就走得很稳 不至于走错 如果对老师不服气 自己想一套往往走失败的道路 成功的很少 坚持老师的指导 这个人成功的机会比较多 这是我们冷静细心去观察 古往经来 例子很多 可以做我们修学的好朋友 谢谢大家